大家好,上期我们聊到国国的钢铁炼费是国,周平王作妖不作人是一 今天我就以认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为大家聊点不一样 把两周交界之际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历史上最大的空给大家填上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眼下无论学界也或是民间基本已经确认 西周周幼王烽火系诸侯只是东周新公司用来借壳上市的故事 虽说烽火系诸侯只是一个故事 可讽刺的事实是,这个故事从来没有真正戏弄过任何一位诸侯 但是,这个故事却又的的确确戏弄了你我所有人足足2700年 仔细想想我们自己才是那个被人戏弄的诸侯啊 我想还是我们太单纯,太容易中套路了吧 孟子曾说春秋无意战 孟子之所以会和大家一样便因为果 以为诸侯不听天子,所以无意 我想他恐怕也是烽火系诸侯的受害者 亚圣他老人家恐怕不知道 恰恰是东周的天子自己不做人在先 还有春秋无意战在后啊 说个不恰当的比喻 如果关公自己都不做人了 后人还有败他的必要吗 我主观且不负责任地认为 如果说周代建立者周公代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上限 那么东周建立者周平王为代表的深江势力 就让我们看清了人心的下限 好,言归正传 大家恐怕想知道周幽王到底是西州灭亡的因 还是西州灭亡的果 要搞懂这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先学我想一个很多人视而不见的基础问题 周幽王为什么要立Boss为后 甚至爱屋及乌要立他儿子伯父为太子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Boss漂亮 历令至婚了吗 请众爱卿先把吃瓜的目光从Boss这位美女身上挪开 随我回到周人还只是商朝的方博士 那会儿有过三位著名的王后 分别是江、任、四 这三姓是周人曹创时最倚仗的外戚势力 江代表炎帝氏族 任代表福西氏族 四代表夏宇氏族 不客气的说 如果没有这三位女人背后的天使投资集团 小邦周是不配上市的 更别谈金吞大义伤了 周文王石天下三分有其二 他背后离不开三代周人的奋斗 不过肯定也离不开三代天使的注资 此外还有一个天使压住格外大 以至于我需要一会儿给大伙说 为什么要先从王后说起 在我看来 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各大士族 恰恰是隐藏在历史中解开所有问题的钥匙 不难看出周人很懂投资 他们并不依靠同一支固定的外戚士族势力 而是各有倚众 试想一下 如果你手里有一个顶级的项目 需要一笔天使投资 你会只让一个天使来投资吗 如果你说会 那恐怕你还不配拥有顶级的项目 对于顶级项目 缺的不是钱 而是掌控权 往往A轮让几家天使领投 B轮让几家新天使投 并以此类推 一来可以靠天使间的相互竞争 提高投资效率 贪薄他们在未来公司中所持的股份 二来可增加你自己在公司上市后的话语权 决策权 要时刻清楚 创业前的天使是创业后的恶魔 项目和资本之间是一敌一友的关系 Boss周和他背后的天使之间 恐怕就是这样的关系 互相笑脸相迎 却时刻提着刀子 这种一敌一友的关系 正是被礼乐制度给刻意隐藏掉的 他明明就在台面上 但我们却视而不见 想象一下 顶级项目如果只让一个牺牲来头 A轮的项目 你和牺牲各占50% B轮 你就只占25% 牺牲却占75% 长此以往 这个顶级项目 也就是周的血脉 还能算是你的项目吗 现在让我为大家复盘一下 周游王前的12任王后格局 自打周朝建立 王后从来没有连续轮庄的现象 具体点说 Boss周首先用联姻的手段 实现笼络强帮的目标 同时 Boss周又不允许公司的股权 被各个墙帮不断稀释 来获得周之间公司的控制权 比如 周五王石对东一用兵 王后是齐江 周一王石对晋蛮用兵 王后是恶极 周公弹东征以英制英的逻辑 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西州 据此 我主观且不负责任的认为 包四和太子伯服 代表的是汉中盆帝 包国天使投资集团的势力 是周又王眼里的好天使 包国因其位于浩军的西南 给了浩军一个依托 尤其周先王王师 在千五之战战败后 南方师团全部打光 又王拉拢包国的决定 自然就显得不意外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周文王之期太四 周一王之后包四均为四星 四线能被周看中 绝不是因为包四漂亮而被平安 周一王为他烽火系诸侯的说法 太过狗血八卦 我们还是要再回到更客观一点的逻辑上 四星是大乙的姓氏 四星诸侯有三颗公爵 齐果 有东南霸主 月果 还有一个比较吊诡的 曾果 曾果被西神国收买的故事 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以后再来听坑 Boss周姬姓 赠关周的时期 贵姓有八个 其中又以江姓为贵重之贵 再配合我整理的王后表格 十二个西州王后中 七个为江姓 江姓一家独占六成 由此不难看出 江姓是周的真正领头天使 现在 我来为大家细分一下 一个隐藏在历史中的真相 江姓天使中最大的两个派别 齐江和深江 你们是不是会问 这有什么好隐秘的 深江以我浅见 代表人物是周太王王后太江 以及周幽王废后深江 这一头一尾的两江 可以看出西深江的实力 由此不难得出 西北周园附近的羌人 是周人真正的原始古董 而且可以说 他在西周兜州开创时 都是原始古董 目前 炎帝江姓DNA已经被证实 来源于隆东到陕西之间的区域 再结合 犧牲和犬龙 打出优秀的配合 所以我才会把犧牲国 安置到近水以北 再顺道把曾国 放到近水以南 我上期说过 我只是简单浏览一遍 二王并利的格局 但这并不是说 我的解读 完全是我一拍大腿的阴谋论 支持我那么说的背后 有着比较完备的证据链 现在让我回到 真正一觅的历史上 相对于山江 齐将凭什么 在周这个顶级项目上 分一杯羹 难道仅仅是因为 平民江太公 过于出色的业务能力吗 周文王初见江子牙 就立刻称他为 太公王 封太师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 江子牙的业务能力 所以才唯以重任吗 我先下个结论 应该不是 作为没多少粉丝的 宠粉狂魔 我注意到有朋友留言问 齐国的历史 简单用一句话 总结齐国的历史 在江太公之前 齐国没有历史 在江太公之后 齐国有辉煌的历史 我不是说齐鲁大帝 原本没有人 而是齐国是周公诞搬来的 鲁国也是周公诞搬来的 某种意义上 周公诞简直就是半山道人 他才是今天 齐鲁大帝真正的塑造者 齐鲁大帝最原始的历史 应该说是被齐和鲁的光芒 给掩盖掉了 追本溯源 让我们先把时间 拨回到牧野之战 牧室是周五王的讨商席文 内容四条 其中第三条大意是说 商周王不用商王室的贵族 第四条大意是说 商周王居然还重用 逃亡的奴隶做臣子 后来的周朝 称这样的臣子为小臣 以事不屑 以席文的逻辑来看 周文王周五王 是不会为财事举 不拘一格匠人才的 他们是不会允许打破固化阶层的 尤其是太师如此重要的职位 按席文看 为财事举的恰恰是周的敌人 商王 帝心 因此 周王用江太公 怎么看江太公都不可能是平民 周五王怎么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 逻辑上说不通 于是基于这条线索 我埋头专研各种资料 苦寻一个三连 首先 我认为 江太公必是贵族 很可能还是贵中之贵的贵族 那么问题来了 江太公是哪的贵族 明白历史的 可能马上会想到 士族 聪明 江太公是江姓吕氏 名上 顺头摸瓜 现在的问题自然就变成 吕江是一个什么强大背景的士族呢 正所周知 那时的士族 一般以帝来命名士 比如赵氏 就是燕国的银姓 族人因为给周天子做司机有功 封帝被封在赵帝 因此称为赵氏 以表荣耀 所以以此类推 吕江自然应该是来自吕国或吕帝 那西周时有没有吕国呢 有 它位于河南省南阳市 简称晚 吕江这只足以媲美深江的贵中之贵 又是不是来自晚呢 很可惜 不是 原因有六个 第一 晚城的吕国是西周时分风 这个地界不是吕江的发源地 江姓来自江水 羌人大致活跃在陋西陋东附近 也就是西深那块 西周时 各个诸侯封地 常常大范围的乾坤大挪移 所以我认为吕江至少应该去商朝找 第二 商朝时的甲骨中找资料 就会发现有不少关于吕国捕祠的记载 揭开了古吕国的一角 可见 吕是山王武丁田列之所 恐怕既有平原又有山丘 且山王还占卜寿年或不寿年 因此 吕必是商朝翻国之一 第三 通过甲骨捕祠 我还发现 琼芳被武丁讨伐了三百多次 而琼芳就常常骚扰商朝境内的吕国 可见琼芳和吕国必定是接壤的 搜查琼芳的资料不难得出 它应该位于黄河河套附近 由此得出 古吕国大致位于山西靠近黄河的西侧 第四 我推断古吕国应该就是吕梁市和吕梁山 这才是吕上商朝时的封地 那古吕国又是谁封的呢 一查 居然是大雨 因四月驻大雨治水有功 此将性 封于吕 现在古吕国渐渐清晰起来 大雨是先疏通湖口 开凿吕梁山 解决焚河入黄河不畅的问题之后 在带人北上治理焚河 因为四月治水有功 才被封到了 吕国 第五 清朝永宁周志在 古籍山原名吕梁山 大雨治水始此 可见 吕梁山自古就有大雨治水的传说 此外 山西是两山加一河的地盲 吕梁山 太行山 夹着中间焚河古地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周人和深江结合 已经拥有一手南宫的关中平原 再加上一手南宫的太原盆地 是不是就实现了周文王时 天下三分得其二的格局了呢 第六 最后一个证据是五王伐咒 其所率西南夷 鹰 鼠 枪 茂 威 鲁 鹏 鹏 铺 八个方国 其中枪 据中华原古史认为 在山西 考古学家陈梦佳也认为 枪在山西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 导向周人的最重要 且最后的一块骨牌 就是古旅国 那为什么我又说 江太公旅上是工具人呢 江太公为什么分封到齐 他可是三公之一的太公旺啊 为什么他是亲自去齐国赴任 而周公旦 韶公氏 却都开心地待在宗中呢 周公旦只是派长子薄秦去了路 韶公氏派长子克去了烟 这样看来 难怪江太公不太乐意去齐国了 一路上都走走停停 眉朽必留 走得很慢 另一个说江太公是工具人的证据是 高氏国氏 被称为天子二手 是周天子世代任命的齐国上卿 作为齐国的坚国 诸侯国中的侯爵如魏国齐国燕国之所以称为侯 主要是赤侯的意思 他们起到对周朝外翻疆域进行监视 护卫作用 是中央王级的前哨 此外 在这类诸侯附近还有不少猪街坟布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齐国的天子二手 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齐哀侯被周一王烹杀 齐国却不敢造次了 哪怕到了春秋时期 齐桓公的管仲其实也只是夏清 而上清依然是高熙 要用管仲是必须让高熙点头认可的 看到这儿恐怕你们就会问了 吕将跟周人造反 把古吕国置换成齐国 那他的好处又是什么 我认为 他得到的好处是 大项目周的优先股参股权 虽说太宫望吕上只是一个工具人 但吕上其实并不傻 一方面 商周王时 周和商在天下 人心上的得失已经比较明显 第二方面 吕上能刚先去齐国赴任 是因为他的一张底牌 周五王娶了吕将女儿 易将 如果只是联姻 的确荣耀 但却还称不上底牌 底牌应该是 周公蛋必须把吕将势力投资的股权给坐实 说人话就是 必须明确建立 敌长子继承制 如果周五王把王位 再一次以胸中递急的方式 传给管叔或周公蛋 那其实等于吕将的投资就白投了 为了明确这笔投资 就必须有一套制度 敌长子继承制 我试着用数学来表达一下敌长子继承制 如果我问你们 123456789 哪一个数字是第一个 我相信这个答案是明确的 一 这件事叫客观 但如果我问你们 123456789 哪个数字是最贤明的 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这件事叫主观 周公蛋之伟大 就是一方面它有雷霆手段 另一方面也有菩萨心肠 如果以黑社会黑吃黑的逻辑 他大可以骗太公望去守东夷 用魏国殷巴师在齐国背后督战 另一方面 等到东夷势力两败俱伤后 废掉一江 或者干脆自己上台 以我看来 周公蛋的确有这个实力和智力 但他却选择退了下来 保障了自己给江太公的承诺 正所谓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周公蛋的一念 基本坐实了他是圣人 以敌长子继承制度 明确了吕将这笔最大的天使投资 一旦吕将生下敌长子 这套制度就开始发挥作用 所有的资源从一开始 就开始向着太子倾斜 保障投资天使的外戚势力 到太子继位时 就会有一套非常稳固的班底 周朝分 西周 东周 细分就是西周春秋战国 让我替大伙清算一下周的核心资产 王级是周这个公司的主体 西周的强大是因为王级和级外对比 土地最肥沃 运输成本最便宜 人口最密集 生产力最先进 和由此衍生出最强大意识形态 礼乐制度的号召力 以及最强大的王师的威慑力 理智是文 战力是武 这就是国之大事 再次与荣 王级这个主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随着号召力和威慑力而不断变化的 以周的角度看 相信理智的便是华夏 反之就是仪荣蛮敌 文化和武力能渗透到的地方便是周的边疆 不过扩张并不是无限的 周初就撞上过东方三间为首的东夷势力反扑 中期又撞上过南方恶侯为首的南怀夷势力反扑 后期又撞上西部西戎为首的西戎势力反扑 在扩大和反扩大的过程中 我认为是各种势力相互挤压寻找平衡的过程 这一过程注定要消耗王室的军力 也消耗王室礼乐制度的影响力 王级内的采役可以视为一种新仇制 土地是BOSS州的 收益却是采役主的 而随着采役主不停迭代 以及不断有新分封的采役主加入 使得BOSS州的实力是一直被高度消耗 入不敷出 采役越多 王室越弱 迭代越多 王室越弱 对州的消耗是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 为了弥补亏损的局面 王室就只有不断的南征北战 东征西唐 说人话就是用空间换时间 讨伐外藩一方面是对藩属诸侯国们 展示自己的武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战争掠夺资源 补上亏损 所以别看州号称隐文治国 其实天子各个都崇尚武力 很少有太平的时候 西州衰落绝不是周幽王的无能和好色造成的 早在西州中期周易王时 王级内外这微妙的平衡关系就已经打破了 易王七年西荣亲耗敬 十三年敌人亲齐山 十五年从耗敬迁都怀里 二十一年派国攻伐犬龙 战败 发动战争获得胜利 是西州维持平衡的一整生活方式 可周易王时 王室虚弱已经完全被外界看得一清二楚 诗经里有一堆阴阳怪气的嘲讽时 说的就是周易王时西州不行了 我们知道 人真正衰弱时不是急着看病 而往往会急着证明自己狠行 周就在这个惯性里一直打转 直到王位传到倒数第二代 不难看出周宣王时 西北方向的牺牲 不光已经不是宗周抵御西戎的屏障 甚至很可能已经对宗周放出江仁这批恶狼 试试王师的成色 更难看的是王师在这还连吃败仗 我估计周幽王之所以娶身疆 应该是他父亲宣王的主意 以连一来暂缓牺牲造反的时间 也为王室争取时间 毕竟周幽王继位时才14岁 如果我们视作下棋 那这个先手白棋 我只能说周幽王要不然就是很猛 要不然就是有长远的盘算 我暂且称这首为幽王的事态 而另一方身后黑棋没直接应答 同年 立波斯之子伯福为太子 周幽王见自己为好了事 进步进逼 把自己两个最重要的王籍内才艺主 做成自己的退路 同时延缆四姓包裹 在事隔三年后 彩礼新太子 直接较吃 两大才艺主西国古正 同一时间的东迁 说明周周附近的氛围已经极度危险 我主观的认为 他俩除了保全自己才艺 也主要是替王师往东撤打基础 而不是说这俩公不敢和西容正面斗法 毕竟郑博是王叔 国公我也没见过战场逃跑的记录 黑旗申猴出手就是死守 一手雇佣西容 一手买通曾国 西北小关事实上门户大开 他要屠龙了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逻辑硬伤 申猴支持的太子既然已经被废 王师为什么还要讨伐西神 而且 西神为什么这会花重金 聘西容和曾国做雇佣兵 此时太子已经被废五年 为什么是这会儿 我认为深猴准备了多年 他不能让自己的投资付诸东流 于是一手买通西容和宗国 另一手下了一招妙手 正是这招妙手 使得周幽王不得不提前兑现 这招妙手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 牺牲国立废太子为天王 名牌造反屠龙 表面看是牺牲国造反在先 但仔细想有可能是周幽王已经有国国东迁 和包裹在汉征这两手派 此后才立的新太子然后逼牺牲造反 周幽王很有可能有一个宏大的叙述感充斥着他 那就是自己天子守国门的英雄主义 自己东南方向都有后路 又离浩金不远 哪怕王室完败 自己也有利于不败之地的退路 反之 万一王室为死了牺牲 在宗族方向仰扣自重的那些狼子野心家 就该天下归心了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那附近一直干旱 直到奇山崩 三川节 济水未水沿岸的不止形同虚设 士富联军势不可挡 前771年 申宗犬攻破宗周 再细士王 杀伯父 杀正伯 周幽王不给申猴坐实股份 申猴就自己拿 西周历史上第一次二王病例 长则两年 短则一年 很快以周平王方的势力获胜告终 由于篇幅的关系 我恐怕要下次再为大家做第二次二王病例 史记的事物不仅限于风火系诸侯 以及两次二王病例的缺失 还在于周协王这三个字 知词未提 要不是考古工作者的肩膀借我一用 我对这名字也是闻所未闻 在此 我必须由衷地感谢这群默默付出努力的人们 是他们真正丰富了华夏的历史 我只是一个食人雅惠的扫地机器人 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单纯把史记司马迁的失误 归咎到秦始皇焚书上 我觉得未免过于片面了 秦始皇表示 这个国我背不动 在我看来 他恐怕真的不知道两次二王病例 风火系诸侯的原型 最早是秦始皇干爹吕不韦 吕氏春秋击鼓系诸侯给传出来的 可见战国末年就已经没有真相了 想想吕不韦说 如果有谁能改吕氏春秋中一个字 赏千金 这是一字千金的由来 如果他是认真的 那我穿越回去 肯定能把他给薅吐了 可怜的吕不韦 恐怕也不知道吕尚是他祖父 而且还只是一个工具人 他们吕氏以及之后吕姓 都来自遥远的古旅国 吕梁山才是他们祭祀祖宗该去的地方 听说吕不韦就葬在洛阳掩尸室 如果有那附近的朋友 记得把这个视频烧给他 这一个费钱的坏消息 和一个认阻的好消息 也许会让他在梦里 送你移住彩票号码呢 不用谢我 其实做完这期视频 我格外疲惫 让我真正疲惫的不是身体 而是心灵 假设时机是因为 几百年后的太史公资料不够 或引用失误 那晋本家 正式家 魏式家 秦本纪 记载与周本纪一致 却完全没有周邪王 这又是怎么回事 现在手上的资料 就仿佛见证了 当年的金歌铁马 在曾周博弈一样 完全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竹书纪年 清华剪细年 左传 都是有提到周邪王 而以上那些秦王的伟大诸侯国 却一个没有 可能是我自历不够 读不懂这段历史 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分级制度 使得过于血淋漓的历史 让这几大诸侯国 不变像普通人展示 所以才出了一个 烽火系诸侯的儿童故事版 我以前从不认为 能让多个重要诸侯历史 被一同篡改 因为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种事 这事太过离谱 直到我准备这1237 视频资料的时候 我回头看实际的记录 更惊出我一身冷汗 甚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为了让贫王依照礼法正常继位 忠心耿耿的诸侯使官 煞费苦心一同篡改了国史 而为了拨乱反证 补上这其中缺失的33年历史 我们恐怕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重新更正这段历史 这里头的资料 你们就去想吧 反正我头发都快耗光 东周开始 第一个扣死就扣歪了 后面怎么用力 大概也必定是歪的 总之为过目的出土的竹书纪年 从一度被史学界视为野史 而最近更靠谱的清华姐 却似乎更接近竹书纪年这一野史 是不是很讽刺 请把讽刺打在公屏上 鉴于我资料的确不够 资历又浅 以上整整皆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些没有营养的讨论 我承认 我也没有任何要虚无化历史的能力和动机 如果造成某些不愉快的用餐体验 请诸位 尽量海涵 人为言轻 粉丝又少 反正下一期大概率还是讨论这种心虾的问题 再联想到我以前就一贯主张的个人意见 左传就是由吴奇写的 这点类似于钱穆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的主张 毕竟吴奇佐氏 他更是紫下西河学派的一员猛将 西河学派本就喜欢传经 比如公羊膏 古良赤 更是常常和吴奇一起喝酒的关系 左传 公羊传 古良传 懂得自然都懂 很多儒家不喜欢紫下 OK 这没什么 各花入各眼嘛 君子何而不同嘛 但不能又把左传说成是盲人左秋名写的吧 至少也要加上一个大概率不是吧 左秋名是什么人 要不然姓左 要不然负姓左秋 都搞到姓上去了 请注意 用姓称呼人 在那会儿是骂人用的 不然你穿回去叫一个鸡蛋 叫一个嬴政试试 看看公羊传 公羊膏 公羊是试 再看看古良传 古良赤 古良也是试 当然证据还有一堆 这个太过繁琐 相信也没有什么人乐意听 今天就到此打住 谢谢大家